第1 Which of the following muscles can do middle rotation and abduction of the hip? 简单直白 以下哪一个肌肉能够做内旋和外展? 旷关节 A呢叫做gluton medius and maximus 吞中肌和吞大肌 Bgluton maximus and minimus 吞大肌和吞小肌 C呢gluton medius and minimus 吞中肌和吞小肌 最后一个periforms and gluton maximus 我们的B状肌和吞大肌 应该是这样 吞中肌和吞小肌 其实只要考虑这个吞小肌的位置就行了 对吧 吞小肌可以做内旋和 这个我们的这个外展 就可以了 好 例点 2 Which muscles Original point Original point As the posterior Elect between the middle infernal infernal lines And insertion As the anterior surface of the greater trichander of the femur 这个说起来很绕嘴 大家能不能认出来这道题问的是什么呀 好 其实这道题呢就是一个概念题 哪一个肌肉的起点在以后卡和内下屯线之间 和指点在前表面 谁的前表面 古古大转子的前表面 其实就是问这个具体的这个位置 什么肌肉 附着在这个止于古大转子 起于这个前下屯线 这说的就是我们吞小肌 概念当中已经给大家介绍过 所以呢 A呢叫做Glottos Minutes 吞小肌就是吞小肌 至于吞中肌啊 吞大肌啊 还有这个 胡锦邦章肌啊 全是来配套的 完全就是配榜的 跟它没有什么关系 像这种这个 直白的 概念题 如果考试要碰到的话 就是最好的 这是一个最好的 结果 完全送分的题 只要基础概念记得熟 完全就没问题 好 吞小肌呢 就是这么两个不同的这个 动作啊 不同的这个立体 一个呢是问动作 一个是问动作 做这个内旋 和这个外展 做内旋和外展 做我们的这个 内旋的这个动作 和这个外展的这个动作 另外呢 它的位置 在这个 恰骨和大转子 前下吞线和大转子 把这个记住就可以了 吞小肌 概念也不多 好 以上呢 就是我们对于 吞小肌的这个介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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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